廣介石很想什麼東西 一直吵著說要核子武器跟彈道的飛彈 一直要這兩個東西 但是美國一直懸而未決 不能拍板定樣 好像我們現在要F-16的C跟D一樣 都不給 然後他就派宋美齡去美國 美國他參加了一個叫 Meet the Press 記者面對面 這個節目 電視節目 他就講說 這個中國大陸的人民 對 他收視率比我們低一點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跟說 跟這個主持人講說 中國大陸的人民都在問 為什麼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 為什麼不用核子武器 來對付共產黨政權 就這樣跟全美國的觀眾這樣講 然後這個美國還是不肯 把這個核子武器給蔣介石 然後蔣介石就是對這個很焦慮 很焦急 而且每天他有一幕肖像就是這樣子 每次大家常常看他這樣子 說耐心等待的肖像 快要失去耐心了 OK 然後到了46年 民國46年的秋天 他找了這個曹巨人 曹巨人就是香港的一個記者 以前在幹男為蔣經國辦報紙的一個記者 叫曹巨人 曹巨人然後就回來台灣 在日月壇跟蔣介石父子會談 然後蔣介石父子說 你去跟周恩來講 我們需要來一次砲擊 我們需要來一次砲擊 演戲 對 我們需要來一次砲擊 然後這個是毛澤東 隔一年才跟蘇二大使講的 說因為蔣介石要求要砲擊 為什麼 因為周恩來 認為這樣子可以挑動 這個美國跟台灣之間的神經的緊繃 但是在蔣介石來 他是講說 我可以拿到 差不多三億五千萬美金的大砲 坦克 還有這個登陸艇 這些東西 核子武器全部都可以要得到 然後美國還是不大意 然後這個周恩來 全部就跟毛澤東講 毛澤東就一直在等 等到那個民國四十七年 這個八月的時候 差不多還沒八月的時候 那個在歐洲已經發生戰事 為什麼 因為美國陸戰隊 已經登陸那個黎巴 往著他內戰 然後英國的這個散兵 全部登陸在哪裡 在約旦 那時候毛澤東認為說 實際已經到了 就開始要準備要砲擊 那時候蘇聯的這個領導人 赫魯雪乌 還特地跑到北京 跟毛澤東講說 不要輕舉妄動 你最近一直在批美 批這個南斯大夫 南修 就是那個敵拖 一直跟毛澤東作對 你這個動作這麼大 你不要 你要冷靜一點 台灣問題 你一定要審慎出來 但是毛澤東隱瞞說 他就要發動這個炮戰的事實 也沒講 然後蔣介石在炮戰的前幾天 還跑到金門講說 可能有炮戰 大家要準備 要戒備 蔣介石好像神一樣這樣講 然後到了炮戰的當天 新加坡的南華早報 就寫出今天晚上 金融有炮戰 就是還沒開始第一集 沒錯 曹劇人就已經在 新加坡早報已經公布了 就是這樣子 真的喔 對 其實那個時候 其實雙方其實是 各懷鬼胎 就是居心不良 那中共是想 我假戲斟作 我就把台灣拿下來 金門打笑就拿下來 蔣介石是想說 打起來的話 美國的軍員就會來 因為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前些日子就是說 台灣真的風雨飄搖 那個美軍的軍事圓滑的 那個器材不多 所以就雙方各懷鬼胎 那蔣介石要的是武器 我要核子武器 我要那些將來 可以反攻大陸 老共心想 我到時候打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一舉坐 一鼓作氣就乾脆 就把金門拿下來 然後你台灣就垮了 但是打到後來 其實雙 其實先是可能是假戲 但是到後來眼睛打綠了 那是真的打 那打得真的是非常 就是慘烈 就是講47萬發 那時候 你每次都不聽我勸告 現在出了事情 要來跟我花撈燒 那時候這個 艾森本來心臟就不好 他每天早上 一上班的時候 白宮的這些部下 會拿望眼鏡先看 今天穿什麼西裝啊 為什麼 如果是寶藍色的 今天心情很好 如果是穿豬肝色的 哇糟糕 豬肝色的西裝 會這樣宣布 大家知道 今天賠兒 要拚成這樣 裝動心情不好 OK 可是所有的 你說這一次的 戰爭的過程當中 金門的軍民 死傷很慘重 剛才在沙灘運捕 你會看到很多 不管是電影或什麼 在拍的過程 那個沙灘的運捕 那真的死傷懲戒 不說以外 問這個 包括採訪的記者團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也受到很 嚴重的一些犧牲 那個是在 九月二十六號 九月二十六號 其實那時候這個 就是轟天蕾 他已經運到了 從 轟天蕾 這個二零四 這個走炮 他其實是從 琉球緊急調過來 那調過來 是宣到 然後運到這個澎湖 那從澎湖再轉運到金門 所以在中秋節前夕 就準備要開火了 所以國防部 就特地安排了 中外記者 就到前線實地採訪 那實地採訪 因為那時候其實還是 風火連天 就是說你船 不可能靠近那個碼頭 那都是從廖樓灣搶探 所以你那個運捕 見到了廖樓灣外海 你就要換那個水壓制 就LVT 就是說中外記者那一次 是包括大概東北亞的日本 日本有兩個日本記者 一個共同是一個獨賣新聞 包括韓國時報 然後本地是真行新聞 就是中國時報記者 還有中華日報的 中華日報攝影記者跟文字記者 文字記者 那這個八個人就 在三位這個海進路戰隊 就是說保護下想要搶灘 結果大概炮彈這個 反正弱點可能在旁邊 所以掀起了那蠟馬 就把它打翻了 打翻以後當場就 只剩下兩個活著 其他的全部陣亡 因為那個水壓制翻覆以後 是把你蓋下去 那嚴重則他命大 他漂流了三天 才被撈起來 那另外那個日本的 共同社的記者還不錯 他也是當場被救了 那獨賣新聞就比較倒楣 獨賣新聞他就陣亡了 所以獨賣新聞對於兩岸的事物啊 你看這個到最近還報導 這個是獨賣新聞是全球 發行量最大 每天一千萬份 還在講台灣的國軍退休降臨 在中共那邊指導 他們對這個中國是非常感冒的 他剛剛講的那個嚴重則 就是那個生還的那個中國記者 後來在國民黨的文工會 做地獄室的總幹事 為什麼他們都是在晚上 那時候晚上也有關係 你很難去搜救 因為中共在砲擊幾乎都在下午五點以後 因為下午五點以後 那個光線是反光是反向 射向我們這邊的 對我們來說視線是不好的 所以他砲擊的時間點 大部分是選在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過去的話 尤其是當時你從那個 當時我們想到辦法就是說 你從登陸艇也過不去情況之下 裡面一艘登陸艇裡面有很多 就是說裡面水牙子裡面 有很多小的那個登陸艇過去 而且在當時情況 剛剛溫生哥講的 幾乎他們在計算兩分鐘內 旁邊就閃起九朵大火花 就是那個炮彈的 兩分鐘內就九個大火花 所以在當時情況之下 一個閃繩 繩子沒有拉好 它就掉下去了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剛剛講講 因為它有氣滿大火 它還深陷到前線去的第一線 它就過中秋節 而且那個時候 它還是寫了遺囑 對 它還帶著記者去看 帶著那個鋼筷這樣子 帶著美國記者去 那天是中秋節 對 九月二十七號中秋節 你知道我覺得蔣經國 其實我原來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對他印象是很壞很壞的那種 因為他姓蔣嘛 因為蔣介石的兒子 但是我後來回來以後 就看他這個橫貫公路那些 然後包括金門炮戰那些紀錄片 看完以後 我就覺得說 他一路走來從幹男開始 一路走來能夠打下天下 得到蔣介石的栽培 我覺得他自己努力打拼出來的 你說像金門炮戰那種 還有就是橫貫公路那些 他就幾乎要滑著 就跌下去粉身碎骨 金門炮戰一樣搶灘的時候 比如說那個炮戰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出來 就像這兩天你說 馬英九跟吳敦也要去金門 然後好像頭一天半天就在那邊 好像在那邊養神 其實不是 因為這些人如果去外島的時候 他會真的是保密 因為你不知道他飛機什麼時候 出發什麼時候降落 因為你怕人家知道 然後就砲彈你過來 而且他們兩個人 應該不是做同一講 所以那個時候蔣經國去的時候 你說要留遺書 他當然要留遺書 想到四十七年對不對 蔣孝武那個時候 才大概十四歲吧 對不對 蔣孝文最大 那個時候大概才二十二歲 那其他蔣孝勇可能才九歲 所以那個年齡 然後蔣方良一個人 又是個俄國人 你在想他如果不留遺書交代的話 他根本放心不下 他會不留遺書 那一陣子 就說要留下 你還不留下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好 那一陣子 你還可以看 在這陣子 那一陣子 你還可以看